HELLO 各位好,我是洋秀老师 那今天呢,我来跟各位父母一起去当一个智慧家长 我们很多爸妈呢都会说 哎呀,孩子在成长过程里边要书练他的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我们都知道很重要 从幼儿开始就一定要去读书 要去看更多的绘本,无字书,乔梁书 包括我们能够看更多的带有自己的书 到了我们上了更高的年纪阶段 他才能够去跟上我们所有的学习步骤 这个是所有家长的一个期待 但我们家长都会发现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买完书,丢给个宝贝 你丢给他的时候呢,你会说,哎呀,你看吧 你自己干就行了 然后回过头来讲,发现汇本,买了十几本 一个下午夸张一下,十本看完了 好像这样说,王老师姐太贵了吧 一个汇本,三四十块钱 我们宝贝就二三十分钟看完了 好,没了,然后问他什么都不懂 其实我就发现,当家长做到了这一步 其实你只是给宝贝提供的工具 但你却没有真正去引导他入门 其实在我看来,一个好的汇本 它足够你一周到两周时间去看 不是你重复的看 而是从汇本里边挖掘出四种不同的境界 我称为智慧父母挖掘一本书的四大境界 那么今天,我来教你每一个境界怎么境界 好了,好不多说,我们来开始 那说到既然要带的孩子去学习阅读能力 那我们只要提到工具 今天给各位带来这本书呢 是叫《蚂蚁和西瓜》 它是日本的田村帽去进行文本创作 包括图文创作的一个作者 这位父母呢,我觉得你应该带我们的宝贝进入第一个阶段 叫看和讲 第一,教会宝贝怎么样去看绘本 第二,教会宝贝去把这种绘本里面内容能够读出来 我觉得读很重要 因为他会训练我们宝贝的记忆力 包括概括能力,包括演讲的能力 我觉得从小开始培养特别好 好,那话多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绘本里面讲的是蚂蚁先发现了一个西瓜 然后呢,他们找到西瓜之后 反正西瓜搬不动 然后呢,去到洞府里边,征集更多蚂蚁 想各种方法,把这个西瓜番茄 带回到蚁洞的一个故事 就这么简单一个小故事 但是,在我的引导下 你却能用两周的时间 让宝贝拆解出一种 对这本绘本不同的理解状态 我们可以,第一个状态呢 我建议你带着宝贝来去读 读很重要 你可以告诉他 在一个好热的夏天的下午 蚂蚁们发现了一块西瓜 真的好吃耶 赶紧帮回家吧 一只蚂蚁发现 它推动了西瓜 带着蚁帽的工蚁 还有,最后呢 噗,全部都倒下了 显然,这个西瓜,摆不动 其实我觉得父母在第一次对着宝贝读的时候 你可以读得给他听 因为很多蚂蚁年纪小 他不认得字 那么你可以去读给他听 但是你要要求一件事 你说,宝贝妈妈在读的时候 妈妈希望你能够把妈妈的每一句话给记住 能够认字 那么你边读,边要认 快把大家喊过来吧 然后,这个蚂蚁开始跑回家 边读边看 这是一个亲子互动非常好的时机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很多宝贝会在这一夜停留很久 因为他画了很多在蚁穴里边不同蚂蚁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去观察 哇哦,这个蚂蚁在干嘛 他们在吃饼干 这蚂蚁在分糖果,分巧克力 他们在餐桌前聊天 那工蚁呢,说,喂!草地上发现好东西咯 好,那你讲完之后呢 你可以让宝贝合上书 你说宝贝,妈妈想让你把这个内容讲给妈妈听 那么你可以第一个晚上,然后讲出一个版本 第二天晚上,讲出第二版本 第三天,讲出第三个版本 让宝贝在讲解一个故事的时候 充满想象力的,自己发挥,发散的去讲 他可能第一天呢,讲得不够完善 但我建议妈妈们,或者爸爸们 你一定要鼓励孩子说,哇哦,讲得很棒 妈妈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 那明天晚上,妈妈每次听你讲故事呢 都是妈妈最幸福的时刻 然后呢,再往后讲 其实你会发现,孩子在他讲的过程里边 第一,训练他记忆力 第二,专门训练孩子的观察力 第三,是训练他对一些文章的想象力和复数力 这种复数出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第一层能力,就被你练到手了 只为妈妈的第一层 恭喜你,你也练到了 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绘本 如果你紧紧持提论教理 那就是一本绘本 可能几个晚上就看完了 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往下升 叫科学的起码 我们看到,这个内容里面 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说小蚂蚁推不动大西瓜? 为什么? 这个时候呢,你要引导宝贝去思考 因为,当一个孩子进入思考的时候呢 他发现,为什么推不动? 是因为体积太小,力量太小吗? 那如果生活里面我也遇到体积太小,怎么办呢? 好,这个时候呢 你引导说,在乙穴里面 他发现什么? 为什么树叶会拉到蘑菇房里面去培育? 是因为利用树叶发酵出来的真菌 去培育蘑菇的 哦,这是个科学原理耶 好棒喔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那,这是蚂蚁在做饭 可是蚂蚁,它是没有煤气的 我们平常都是有煤气 是要用电来去产生热量的 蚂蚁不是啊 它有什么? 拿一个放大镜 通过阳光聚焦的原理 聚焦到这个食物上,产生发热 诶,这个时候呢 它是科学原理 我建议所有的家长可以带着宝贝 去找到相应的网站 然后在网站里面 找到相应的科学原理的解答 诶,为什么这样? 因为一本书给孩子带来这种未知 其实你可以深度的挖掘的 当你不断去挖掘问题出来的时候 让宝贝再不懂到懂这个过程 它去思考 它去思索 它会发现说 其实一本书里面很多的问题是我可以通过自己能力去解答出来的 诶,这个时候你会引导它进一步的思考 那么这本书里面你可以还可以看到 所有的蚂蚁跑去拉这个西瓜的时候呢 它们的影子是比较小的 可是你一旦发现它拉西瓜回来的时候呢 诶,这个时候影子又不一样了 影子变得长了 这是什么? 太阳在中午和夕阳的时候 它们由于光线的这个影子照射不同 角度不同 影子的长度也不同 诶,这又是一个科学原理 同时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那它们利用杠杆去把这个西瓜准备要撬动 诶,结果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 为什么一个石头放在这里 一群蚂蚁在这里撬这种杠杆 所以你会发现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科学启蒙的原理 免得让我宝贝去丛中发现 那么这个时候你成为第二层的智慧妈妈 所以每一本书里面都有相应的这种科学启蒙 那你可以带着宝贝去深度挖掘 恭喜你,第二层你爬上去了 那么第三层是什么呢? 来,我们一起来走进去 我相信很多家长会在生活里面遇到宝贝无理取闹 甚至是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明明你应该懂的道理你却不懂 这个时候我想请你们认识到一件事 为什么明明你懂的 明明你懂的 这个词你仔细观察一下 这是你认为他应该懂 可是他真的懂吗?不一定 为什么有的宝贝很聪慧 其实都是从看书里面 家长去跟他沟通一些原理 别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但他犯了错误再来教训 当一个孩子处在内心伤心的状态 你跟他讲道理根本听不进去 那个时候你说借用生活的痛 让他明白 我跟你讲 除非涉及到生命危险 否则没有一个宝贝会去认为说 这个道理我要懂 下次我会发现我怎么去逃避他 所以更多的原理我觉得可以从书本里来挖掘 人生大道理 第三层就是让孩子有更多的生命感悟 你看哦 四只蚂蚁 他们去找到这西瓜的时候好高兴啊 而且发现这个西瓜真的好好吃 我们真的想搬回去 可是他们遇到难题 真的搬不到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寻求帮助 那在生活中你是否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还需要寻求帮助呢? 当你需要你的同学帮助 需要你的老师帮助 需要你的父母帮助的时候 你会不会发现 你不懂得怎么去开口 那在生活中你要训练 当你遇到困难 能够请求帮助的这个能力 那在这样的生活中 一定要跟你的好朋友去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 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们伸出援手来帮你 这个时候呢 你才能够把一些事情越做越好 才能够以一个人力量干出更大的事件 以后你会发现说 小蚂蚁当他发现 哎呀这个西瓜太重 我挖不动的时候呢 他们也想各种方法 用杠杆 用铲子 用各种方式来解决 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 小蚂蚁想到的不是退缩 而是积极的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他能够更深的引导我们宝贝 去思考到他的人生里面 你可以加一句说 哎宝贝 要是你遇到这问题解决不了 那你会怎么做呢 他会告诉你 我应该怎么做 这是一番思考 对未知的一种勇气 面对未知困难的时候 你想到的不是退缩 而是要想各种方式来解决 这是智慧妈妈的第三层 那么第四层妈妈呢 我觉得这一层妈妈呢 是我们叫做有时候经常会讲说 是高学历的妈妈才会做的事情 但其实我觉得 不单是高学历 任一个阶层都可以 就是不管你的学历怎么样 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 是父母对孩子的态度 而不是由父母学历来决定的 那你呢可以通过引导 能够抓住每个重点也行 那今天我来教你第四层 把学习能力结合在绘本里面 绘本我们都知道 它是由图画和我们 简易的几个文字来构成的 那么今天呢 我帮你准备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我根据这个 玛里和西瓜去描述出来的 把玛里的故事 描述成一篇短篇的小文章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篇短篇小文章 能够把几个重要的能力 叫德蒂德 可以带入进去 我相信高年级一段的 爸爸妈妈都知道 德蒂德呢 这几个字 当年可是困扰过一大帮的宝贝 规本还能解决德蒂德 可以的 我来教你怎么做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有四只可爱的小蚂蚁出来逆时 他们在绿油油的草地上 发现了一块又大又红的西瓜 四只小蚂蚁商量来商量去 想把这块巨大的西瓜 搬回到蚂蚁洞 好 你们发现这里有德 这里的德呢 叫白韶德 对吧 诶 是哦 好 那里边有加了另外一个德 那我们看到后面也有一段 蚂蚁们先走到了西瓜前 两脚用力的蹬地 双手高高的举起 并发出嗯的声音 另外几只小蚂蚁 见了急忙的跑过去 虽然他们用足力气 但西瓜还是移动不动 蚂蚁们 蹬脚 身体前行 使劲地推西瓜 诶 老师也叫德 哦 妈妈 这也是德哦 有发生不懂 为什么德叫德 但一个是土也德 一个叫白韶德 疑问 在这里诞生 记住 你一定要学会给宝贝架设问题 架设悬念 架设她没有发现的问题 对哦 为什么她这样子 用个德不行吗 为什么 待会我们再解释 你就看了 他们干得热火朝天 长得要爆炸了 他们玩得多高兴啊 哎 在下边都全部写出来 那这个时候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炎热的夏天 应该用的是白烧德 咦 咦 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用白烧 哦 发现原来夏天是叫明词 明词前跟的德呢 是叫白烧德 明白了 好 高高的举起 这个呢 要用什么 要用土也德 蛤 为什么 哦 举是一个动词 妈妈我发现了 举的前边应该用土也 就是动词的前边应该用土也 对吗 只要是动作的 我懂 好 玩得多高兴 玩得多高兴 这德呢也很特别 它是一个双人旁的德 嗯 为什么 哦 原来多高兴 是形容一种状态 那么 形容词的前边应该放的 就是双人德 哎呦 发现这个规律耶 名词前放白烧德 动词前放涂液的 那么 使用词前呢 放的是双人的 好 我一下明白了 这个时候呢 宝宝宝妈呢 到了这里就认为结束了 他就说嗯 你学会了 好你自己去做练习吧 不是的 记住 确保一个宝贝学会呢 其实我建议一定要做深度思考 深度思考四个字 我建议你要做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什么你的宝贝今天学完明天就忘了 因为他对这个内容 其实你刚是你引导他思考 你讲给他听的 他自己根本没有掌握 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拿几个我给你准备的小练习 你给大家再练一下 然后呢 一定要让宝贝把记的内容编成一道口诀 他利用口诀的方式来把它记下来 其实他印象会更深 什么口诀呢 你看哦 我帮你编写这个口诀 记住 名词前是白勺的 动词跟着土也跑 形容词前双人道 好这是到口诀 你只要把这个口诀背下来 你会发现 那名词前我就知道白勺 动词前跟着土也跑 土也得 双人得 就是我们的形容词前双人道 搞定 当我们的宝贝能够编辑成这样的一个口诀之后 你会发现他对于一个内容的思考又更加深度 所以我觉得智慧父母是在每个发现自己不足的当下 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爸妈 当你发现不足 我们就提前补充 把能力给补上 我相信天才宝贝会在你手上诞生出来 我来总结一下 像我们的名词要跟什么样的的 你要给宝贝讲得更深一点 比如说我的妈妈 妈妈是名词 可爱的花儿 花儿是名词 OK 这个时候白晓得 那么你会发现用力的踢 仔细的看 好 这是动词 努力的看过去 好 这是动词 你会发现动词前加的就是土也 扫得真干净 形容 扫得真干净 笑得多甜美啊 OK 好 这个叫双人得 明白了吗 所以你记得每个交完的能力 一定要给宝贝做一次总结 他的印象就更深刻 那作为智慧父母呢 去带宝贝看书有四大能力 第一个能力呢 是带着宝贝看 念给他听 我觉得所有的家长都会做的 那么当我们做完之后 有的家长会额外都要求 说宝贝你可以读给妈妈听 或者说我们这样就够了 其实做了这样的能力 你最多只停留在第一层 第二层呢 是银宝贝去在每一本绘本里边 做一个深度思考 做智慧启蒙 延伸出来的科学原理 如果没有科学的 那么就做第三层 叫道理运用 每一个绘本它其中都有个道理 第四层呢 需要你稍微再练一练 你可以把我的视频多点看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能力练到手 你会发现提早做的能力不练 未来宝贝学习变得更简单 好咯 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到这里 就要告一段落了 希望智慧父母从今天开始 我陪你一路走过去 下一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